IT全报报信息库线早知道 迈入5月距离月底台北电脑展是越来越近了 对比显卡AMD的新处理器显得更为皱目 CES上展示的是8核心版本 既往主板厂商测试的普遍为4核心 按照三代锐龙采用的设计方式 做到16核心但是轻轻松松 最近就有来自越南土耳其的两家电商 带不住寂寞 偷偷上架了锐龙93800X 锐龙7 3700X和锐龙5 3600X 这也是锐龙9首次出现在产品线中 据电商平台给出的数据 锐龙93800X拥有16核心32线程 32MB三级缓存 默频3.9级赫兹 加速最高4.7级赫兹 彻底打破了我们对锐龙多核心低频率的印象 碾压一代线程撕裂者旗舰1950X无压力 1950X也是16核心32线程 频率仅有3.4至4.0级赫兹 热功耗设计180瓦 保守预测3800X的热功耗设计 应该也是在180瓦左右 而锐龙7 3700X 则是标题所称 12核心24线程 莫频4.2级赫兹 加速5.0级赫兹 对于电竞选手主播来说 这款处理器是比较合适的产品 而锐龙5 3600X 则是8核心16线程 频率4.0至4.8级赫兹 按照此前的定价3600X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 2000价位用于清剪机 玩3A大作半工都没什么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这两家电商平台放出的参数 真实性没有保障 本视频仅做参考 不过两个不同国家的电商网站同时上架 而且标注的参数也是一模一样 这就有点意思了 甚至还放了包装盒出来 看起来还挺香那么一回事 期待三代锐龙的小伙伴 我们评论区见吧 再次数据 下期再见